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税收总收入增速同比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但意外的是一些地方在税收增长失速的情况下 非税收入却在提速 有的地方甚至高出税收收入40多个百分点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 在逆势暴增的非税收入中 伐末收入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此刻相信大家对沈阳商户罢市的原因 已经心知肚明了 也对近期频频被吐槽的私营企业生存困境 有了直接的认识 甚至也解释了 为什么近期城管与小贩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 显然一只只黑手已经升过来了 这些做小生意的最好欺负 所以他们像卖牙签的商贩要森林砍伐症 像巴正大的小商铺要消防设备 然后就是一个字罚 这些和打劫没什么区别的行径 都是源于地方政府轰轰烈烈的增收挖钱运动 有财政部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非税收入的规范程度相当低 翻译成白话就是想怎么收就怎么收 俗称瓜地皮 基本上就等于明强 经济危机了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老百姓除了节衣缩食没别的招 但管理老百姓的人总是有招 正规税欠收了就开收不正规的费 甚至直接上大街开罚单 就连遮人耳目的理由都懒得边了 危机之下不指望管理者与百姓共度时间 可也不能把屁民网死里整啊 文章说历史上有所谓的明军 在灾年减轻赋税以休养民生 历史上也有所谓的暴君 颗粒无收的年月反而更加横征暴廉 变本加厉的荒淫 无论是明军还是暴君都已经封尘尽历史 今天一个号称现代文明的大国出现财政收入基本靠抢的奇观 终归也要载入历史 网上有篇署名唐克旺的文章 对国家统一的意义评论说 小时候我给家里写春联时 经常写一定要解放台湾 那时我们认为只有大陆的人民幸福 而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后来我们这些个被傻子才知道自己才水深火热 台湾人民早过上富裕生活了 国家仅是一个行政概念 和百姓生活没有多大关系 如果像老毛一样按户口把国民固定在本地不许流动 甚至逃荒都不让 这样的国家统一有个屁用 如果像春秋战国时期 人才自由流动分成七个国八个国又有何防 反倒容易互相竞争互相争人才 人才价值得到更好的体现 再看近代 东西德的合并是西德并了东德 得到好的结果 如果朝鲜并了韩国实行朝鲜的制度 那悲剧了 所以不要总是谈什么国家统一 如果开放自由分开又有什么不好 现在很多官员的孩子不是也跑到美国居住 甚至入籍了吗 不同民族的国家都互相移民 同种族的国家更应互相交流了 统一不统一又有什么差异呢 文章说 所谓的国家统一 其实是所谓的政治领袖们的意淫 自我感觉好一些 到哪都山呼万岁 因此国家统一是政治野心家的事情 不关老百姓的事 秦朝统一后 焚殊坑儒 苛捐杂税 百姓苦不堪言 天下苦勤久矣 这样的统一又有什么意义 网友发贴说 取消特供 我们会吃得安全 取消特权 我们会活得安心 取消继承委 我们会回归人性 取消发改委 我们会逃离剥削 取消宣传部 我们会知道真相 取消政法委 我们会接近法治 取消文化部 我们会拥抱文艺复兴 取消党进报进 我们会迎来国家繁荣